在夏季奥运会的奖牌榜上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五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 他们在每个比赛项目上都具备争夺奖牌甚至金牌的可能性 但当我们放眼冬奥会 就会发现奖牌榜的分布大不相同 那些身处寒带长年积雪的冬奥国家 常常都是前三甲的有力竞争者 而那些高温炎热 甚至一辈子都见不到一场雪的热带国家 想在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上登顶 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根据历界奥运会的统计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热带国家在冬奥会上夺得过奖牌 尽管如此 这也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国家 在努力打破这个先天不公的宿命 在如何如图的北京冬奥会上 就有一些身处赤道附近的国家为金牌而来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们是如何在高温笼罩下备战冬奥的吧 沙特阿拉伯 这个以石油出名的国家 沙漠覆盖了整个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 然而就在这个国家 有一名运动员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 成为唯一一个代表沙特阿拉伯出战的运动员 他就是24岁的法医克阿布迪 他选择的项目为高山滑雪 如果说高山滑沙 那他一定会成为这个项目的佼佼者 但在一个沙漠国家 是如何能够接触到滑雪这项运动的 据了解这届奥运会其实是沙特阿拉伯历史上首次参赛 正如法医克像记者所说的那样 我知道代表沙特阿拉伯参加冬奥会 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点稀奇 但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 不仅是为我的国家 也是为整个海湾地区创造的历史 说起他的滑雪之旅 其实还要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 当时留学美国的他 一有时间就走上学道 日积月累的训练下 他成为了阿拉伯半岛上1顶1的滑雪高手 回想起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上 仅有14个欧洲国家 以及美国加拿大的参与 而到了上一届平昌奥运会 已经有创纪录的92个国家前来报到 本届北京冬奥会 则吸引了91个国家的报名 这其中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首次参赛的沙特阿拉伯 还有海地 巴西等众所周知的热带国家 这其中还有一个国家也非常的强烈 那就是夏季奥运会 田径赛场上的绝对王者 雅买加 当然雅买加并不是第一次来到冬奥赛场 相反 运动细胞发达的雅买加 正是这些五血国家闯冬奥的先驱 为此 好莱坞在1993年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 冰上青池 来记录1988年 加拿大卡加利冬奥会上 雅买加的四人雪车队 在这届北京冬奥会上 雅买加将出战 男子两人以及四人雪车项目 还有一个女子担任雪车项目 说起这支四人雪车队 曾经就因为特别的训练方式 登上了新闻头条 2020年 队中的两名成员 山姆恩·斯蒂芬斯 和尼姆罗伊·图尔格特 被人看见 在一处因新冠疫情暂时废弃的工业区 推着一辆妮尼库贝轿车 在模拟冰上飞驰的雪车进行训练 我们将目光再转到雅买加 隔海相望的邻居海地 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将北京冬奥会 作为了自己开启冰上运动的第一次政策 他们派出的唯一参赛者 就是高山滑雪选手 李查德森·维亚诺 不过虽然他是在海地出生 但在三岁时就被一个法国家庭收养 之后一直生回来欧洲 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 未能入选法国奥运队之后 维亚诺收到了来自海地体育管理当局的邀请 代表海地参赛 在接受海地新闻网站自由海地访问时 这名滑雪选手说 那一次邀请给了他运动生涯的第二次机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位于亚洲板块的热带国家 泰国 凯伦·上龙将是在北京冬奥会代表泰国参赛的四名运动员之一 25岁的他出生于意大利 在青年级别赛事中 曾与他的哥哥马克一起代表意大利 直到2016年 他们父亲的祖国来敲响他们的门 兄妹二人均参加了2018年冬奥会的越野滑雪项目 马克也会出现在北京赛场 在训练方面 来自无血国家的运动员 可能需要更多的旅行训练 在新冠疫情的限制下 这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虽然越来越多的无血国家都参加冬奥会 但目前仍没能在奖牌榜上取得重大突破 除了一个国家实力外 那就是澳大利亚 不过由于国际奥委会采取的是 科本气候分类法 澳大利亚被列为干旱国家 而不是热带国家 所以在冬奥会上 多得过15枚奖牌的澳洲 并不能为热带国家带来任何的贡献 由此可见 这些热带国家征战冬奥的路还很长 不过相信通过在异地训练 以及引进在有血国家长大的 本国国际运动员这些方式 很快将会取得突破 让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